苗栗有一位才出生三个小时的小女婴 疑似是在保温箱里面被烤死了 但是医生却完全否认是这样的情况 目前情形如何呢 我们立刻连线到现场 请记者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就在医院的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当时这个妇产科的医师就抱着 出生仅仅三个小时的小女婴 火速地冲到急诊室 因为当时这个小女婴就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护士在赶紧把这个小女婴 接手给围攻医院的医护人员来做抢救 不过抢救30分钟人士宣告不治 而医师也在这名小女婴的背部以及脚踝 发现了大面积的灼伤 怀疑有可能是可能在保温箱里面烘烤致死 但是这个妇产科的负责人是极力否认 马上来听听看他的说法 急救当然是一背部会 所以我们会急救过程中的 一个应该是急救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拍打背部 刺激背部 丑柔背部这样子 从新生开始 新生亚的那个 皮肤也看起来是 说话的负责人 就是这名黄信医师 他已经在当地经营妇产科 已经超过了15年以上 在当地可说是赫赫有名 不过他也说了 当时保温箱里面最高温也只有37度 相当于人体的体温 他觉得这根本不是因为烘烤致死 而是可能是在急救过程中 因为小baby他的皮肤太稚嫩了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在搓揉的关系 造成了小baby的脱皮 另外这名小女云 其实他是在5号的凌晨4点45分 在这间妇产科出生的 当时他出生的时候是不足月 他是36周才生产的 当时是重达1850公克 是比其他的小baby还要来得轻 也是这个装性夫妻的第二胎 但是他当时就被发现 是这个仰卧在这个保温箱里面 当时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因此当时妇产科医师 其实是赶紧将他送往医院 只是现在最难过的就是他的父母 因为孩子的名字都还来不及取 结果小女云却是这个猝死的汗屎 这现场为妮小偶最新把镜头还给Pony 好我们谢谢伊德的连线消息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小女云才出生了三个多小时 就不幸丧命呢 目前还要进一步的来调查了